好的 今天就顾到这里了 好吧 我想到第一名现在就出现了 好 下一位上场的演员 大家也都很熟悉 其实上一季脱口秀大会播完之后 他有很多段子都传得非常好 什么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 加油加油加油 没有人叫我 嗨起来 嗨起来 斯文加油 头一泡就要给你了 斯文 斯文就挺惨的 他过完上一季脱口秀大会之后 就生病了 一直生病 他本来是有机会 就是变得更加 更多人认识他还是什么的 但是一直在生病 生了一年病 也写了不少的段子 对不对 让我们欢迎斯文 天哪 太隆重了 你上一季讲上下铺 这个段子的时候 有想过会火吗 讲的时候没有 但是讲完之后 他们都说会火 直接换成上下铺 他就是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现在我跟陈诺呢 已经不是上下谱了 我俩经过去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现在每个人拥有了自己的房间 当时我们两个想了很久 然后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是 最适合我们俩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包括这个黑白衣食户的展翼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房子里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然后那边是他的 这边是我的 大家紧碎不犯河水 我记得我刚来公宿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也没有上台什么的 然后水平也很差 就是我当时就很没有存在感觉 我每次到了那个公司 他们都会问我 他们说就是成禄呢 成禄呢 然后就是成禄不在的时候 我去了公司之后 他们说你怎么单独来了 当时就很想证明 我的身份不仅仅是他老婆 我还有我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这期的段子 其实会受到很多女生的心坎里边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场女观众多的话 我应该会成绩还不错 让我们欢迎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是好久不见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就是我上铺的兄弟 对 他一会儿就会上台 让大家开心开心 乐呵乐呵 对吧 这个男人嘛 对吧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今天呢 大家都要聊存在感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存在感 漂亮的 对吧 有气质的 对吧 说脱口秀的 不要再说我了 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想要有存在感 最归根结底的一点就是要经济独立 要有钱 就你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跟你说的什么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冒美如花 你相信我 就算你再冒美如花 他看你时间长了 怎么看你都是如花 就是你晚上就回家 说 哎 老公我回来了 不要叫我老公 先把手从鼻孔里拿出来 当然我说的有钱呢 不是败金 而是要经济独立 因为我觉得女人只有经济独立呢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 而且就算是你结婚了 你就会发现啊 两个人在生活中是很不对等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他的金钱 你根本不可能抱着他的钱说 哎呀 好烦啊 每次他们都是一样的钱 就没有那种新出版的图案 不太一样的人民币吗 而且呢 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 即便是美貌 也需要你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衣服呀 护肤品呀 半美容卡 对吧 那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 只有穷女人 就你别看吴欣 现在长得漂亮啊 你都不知道她以前 没钱的时候啊 有多年轻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啊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归根结底 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你看很多父亲闹矛盾了 对吧 都是女方要回娘家 我觉得很凄惨 凭什么 对吧 而且男的他不去找你 你还不好意思回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是我的房子 回你的娘家去吧 Go home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就会有个道歉 他说 哎呀 我一个大男人 回什么娘家 这里不是娘家 圣死娘家 而且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那经济独立就更重要了 你想想 为什么很多男人相亲的时候 特别喜欢标榜自己 有房有车 哎呦 我真的很烦这种男人 但是呢 你想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有房有车四个字 是不是像滤镜一样 蒙蔽了你的双眼 哇 你看他 你就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人 除了人不行之外 其他都还挺好的 但如果你有钱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好笑的男人 对吧 他挣不挣钱 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个男人啊 对吧 那想当年 那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的闺蜜就选择了一个大款 而我呢 选择了没房没车的程度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嘛 我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果不其然 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 但是我不后悔 每次想到这些呢 我都会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当然我跟我老公 现在在一起很开心啊 我俩其实是非常恩爱的 就是以前我老公老是不爱工作嘛 我天天催他去上班 他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 都会转过来跟我说 哎 不上班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上班 我养你啊 对啊 你养我啊 但是我经常觉得啊 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 非常的不友好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女人没有钱的话 她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但如果你太有钱呢 她们就会对你有偏见 你想想啊 女人一旦有钱 是不是就会自动获得一个称号 什么 富婆 你听这个名字 又老 又有钱 你就感觉她下一步吧 就是找你重金求子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女人呢 不管婚前婚后啊 都一定要经济独立 一定要好好挣钱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 是挣出来的 就是女人啊 不要问男人 能给你挣多少钱 好好稳稳自己 能给男人挣多少钱 好吧 不说了 我挣钱去了 谢谢大家 好 大家不要光顾着笑 还是记得给斯文投票 来 三 二 一 请锁票 很好 真的啊 特别好 感觉我的票数很难超过你了 很舒服这样的 真的吗 很好 我感觉她至少能比我高个五 三五十票 是吗 表现还可以吧 就跟平时差不多 她每一段都是用 很强烈的观点 来吸引住观众 然后让告诉大家 她要说的 她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用一个很强的梗 把它接住 就每一段都是 几乎都是这样完成的 两位都拍的吗 欣姐是先拍的 你在哪个点拍的 就是她夸我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吗 我本来就喜欢她的那个表演 就是她说的观点 跟我的观点很像 我就觉得女生要经济独立 很重要 这样你比较有底气 你就有一天啥都没了 你还有钱 她说的观点 我也很赞同 我不觉得那吐槽我 我说我以前年轻还不好吗 我以前就是年轻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 刘耀石是在哪个点拍的 我忘了我哪点拍的了 但是呢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她这个段子里边 妙语莲珠 实际上就是她在创作的时候 她这种思维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喜剧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对一个事物的观点的角度 切入点不一样 特别普通的这么一个话题 来出现这么多的经典语言 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很喜欢那个段子 而且做喜剧的话 女孩子是比较吃亏的 是的 尤其是斯文这种 她又不是靠 比如说半丑啊 来搞笑 她是非常强势的 靠经济独立来搞笑的 女喜剧演员 就非常的难得 但是我没有拍 她这么优秀 你怎么不拍灯啊 主要是我觉得 她票数也不会太低 因为这才第二个嘛 万一后面还有更好的 留一留是吧 但是你没拍 导致我们两个人 也都白拍了 对对就是让她感受这种艰难 是不是就要在这种逆境中 她在后台留下独立的泪水 那我们看看斯文 有没有留下这个独立的泪水 很气愤 好那我们来 来看一下斯文的票数 我说的准不准 你太厉害 她超过王建国那么多呀 足足45票 这45票就是鲜音梗的代价 下一个就是 这个独立女性身后的男人吧 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她一直是我们吐槽大会 吐口秀大会的 好几季的总编剧 其实已经是挺优秀的了 她是奈何是吧 还是一直活在斯文的阴影里 让我们欢迎成璐 大家好我叫陈璐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是斯文的老公 斯文的老公啊 其实我最开始没有这样介绍 但是到后来 每次我一上台就开始有人喊 斯文的老公 然后就导致我每一次 都要接一下你知道吗 我后来就习惯了 你们既然每次都这样喊 我就干脆这样介绍就得了 就没有办法为了生活 其实我并不认为他们男弱女性 斯文在表演上比陈璐 可能要更加稳定成熟一点 但是在编剧上 陈璐会比斯文会更加优秀一点 其实他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其实斯文算是我带他入行的 前期他是有背负这种 陈璐的老婆的这种身份 然后直到后来强力反转 然后让我变成了斯文老公 希望我有一些机会 再让他反转过来 我觉得夫妻之间 就是一个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竞争 但是整体上是 你俩在一条船上往前走 只是有的人有时候在船头 有的时候可能船尾一些 但是这条船是一定要往前走 我觉得我今天的段子 跟斯文比的话 可能还是会更好笑一些 所以现场投票可能会更高一点 让我们欢迎陈璐 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非常开心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男人在男女关系中的存在感 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了 我也说了我是斯文的老公 睡在上铺的兄弟 因为我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次我演出的时候 每次台下都会对我大喊 哇 斯文老公 我就很骄傲你知道吗 而且甚至就是真的 他们已经喊我不是斯文的老公 是斯文老公 就四个字 就像一个称号一样 我就想了一下 上次用这种方式命名的一个人 还是居里夫人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居里 居里这个人 比我更要尴尬一些 因为居里每次出现的时候 他要介绍自己 他怎么介绍 他说大家好 我是居里夫人的老公 居里 真的 我觉得就是一段关系 大家总是觉得 一定要男人更有存在感 你们才能够幸福 什么男强女弱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压力特别的大 你们能体会吗 你们娶过女明星吗 没有啊 我原来也没有娶过 因为原来斯文 他也不是什么女明星 他是国企的一个文员 就突然有一天 他就上了脱口秀大会 成了脱口秀女王 我就很尴尬 因为我也讲脱口秀 他是脱口秀女王 我却不是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大王是磅礴 然后一些人就开始 给我取外号 说我是脱口秀小白脸 还好我也有一些 认识我的观众了 他们也了解我说 哎呀那个成禄也很优秀的 他是脱口秀大会的首席编剧 斯文在脱口秀大会里面表现好 还不是因为跟首席编剧睡觉 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老夫老妻的 不会睡觉的 然后 何况我们还是兄弟 我觉得真的 搬旅之间就不要什么分谁强谁弱 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嘛 我们俩 就我跟斯文来说 我俩每年都会为这个家定一些目标 比如说今年 斯文就说 我们今年多赚点钱 争取买房 我说好 去吧 就俗话 俗话说的好 就是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做名女人背后的男人 还挺爽的 当然我也有工作了 我也去工作 前一阵我还接了一个通告 就是有一个戏 我要在里面客串斯文的老公 对 因为我是凭自己的实力接到的 因为导演完全不认识我 看得出来 我演完之后 导演就特别高兴 说哇 你演得太自然了 就太像斯文的老公了 完全演出了一个男人 不能挣钱的样子 我说导演 你把我的通告费给我 我能挣钱 哎呀 说到导演了 我也认识一些导演 比如说 王岳伦 李湘的老公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他一见如故 相谈圣欢 就是那种天然的吸引力 你知道吗 就 我俩一直聊了几个小时 最后王岳伦都惊呆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难道 你也娶过女明星吗 我说 Yes I do 然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又聊 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真的很真诚 跟我分享了一个多小时的 男人的减压技巧 就聊完之后 我就觉得 哇 心情特别开阔 自信了很多 我觉得回到家 我的腰杆都挺直了 我回到家之后 我还跟斯文说 我说 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人家李湘 你这个没用的女人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当时是跪着说的 我跪着说的 其实我俩非常的恩爱 你知道吗 就昨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 我还跟斯文说 老婆 我对你的爱 就像高露节一样 意思是说 像高露节一样 从白天到黑夜 从黑夜到白天 给我12小时长效守护吗 我说 其实我主要是想说 你该给我钱买牙膏了 你这个有用的女人 当然就是 斯文的存在感 确实比我强 我也承认 就是我爸妈都会 对斯文比我更好一些 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嘛 真的 他们从来不会催斯文生孩子 因为会影响家里的收入啊 然后他们又很想抱孙子 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天天在看一些 科技新闻 看看男人什么时候 可以生孩子 他们不催斯文 他们催科学家 真的斯文比我更受欢迎 因为他给大家的一个形象 是独立女性 其实他在结婚之前 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家庭主妇 但是遇到了我 他的目标就变了 决定做一个独立女性 我觉得真的 好的伴侣就是这样 让你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真的你不逼他一把 他都不知道他有多独立 太烦了 就虽然斯文在外面 给大家的形象是独立女性 但他在家里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 发现斯文围着一个围裙 在那里烙饼 我就很想拿视频给他拍下来 放到网上 曝光他所谓独立女性的真面目 让他人设崩塌 但一想算了 这影响家里赚钱是吧 但他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他那天人设没有崩塌 因为他那天只烙了自己的饼 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 现在社会上厉害的女性 优秀的女性越来越多了 无论是你的伴侣 还是你的女同事 可能都会比你优秀 我觉得我们男人 就应该自信一些 不要总觉得 要比女人更有存在感 这个社会才正常 如果有女性比你强 我觉得我们要 由衷地去赞美她 让她多干一些 真的 我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 就是从允许女性 比男性更优秀开始 就我想的就很开 真的 真的 记得给我投票 女的 然后 我想的就很开 我觉得老婆优秀 又不是我的错是吧 自己娶的老婆 含着泪 也要把她做的软饭吃完 何况还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所以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王岳伦 谢谢 好 谢谢成功 大家不要忘了投票 来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行吧 我觉得现场还挺好的 在我上台之前 我觉得可能很难超过她 但也有可能 炸 太好了 没有 他们的鼓掌太多了 搞得我的节奏要停很久 就不是我平时演出的节奏 怪自己太炸 你要拥抱一下吗 加油加油 刚刚成功讲那个高顾杰 长效守护的段子 用了一个脱口秀 常用的喜剧手法 叫call back 就是前面说一遍 后面再说一遍 高顾杰长效守护 这样大家就会记得很牢 明白明白 我看这个心结怎么回事 夫妻俩都很喜欢是吧 因为我觉得她内心很强大 就内心强大不容易 然后她又很尊重独立女性 然后用一种自嘲的方式 然后也强大了自己 然后也鼓励了对方 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给了 我也给了 我就是蠢蠢的羡慕 真的是 软饭硬吃 我就吃了 怎么了 很羡慕 非常羡慕 刚刚那个成功提到了 她是 她搞不是脱口秀女王 但她不是脱口秀大王 其实我们脱口秀大王 也来到了现场 大家也能看到 在哪儿的我们大王 在在 在在 坐在 庞博是上一季 脱口秀大会的第一名吧 我们就让她叫脱口秀大王 结果 这次连正赛都没进 在残酷开放牌环节 就被淘汰掉了 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节目 看着来你们这个整个的这个 创作团队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真的 就刚才这两个节目 我觉得 当然了 也是看出来艺术来源越生活 高越生活 这个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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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情实感的 有内心支撑的 这特别 特别接地气 特别 特别 余老师觉得 这夫妻俩同财竞技 你觉得谁更好一点 我还是比较喜欢 那个 这个斯文的那个 他还是在 所以你没投票 是吧 对 因为他还是在这个 我还是强调那个思路 他还是在思路上 更加的这个巧妙一点 你看诚哥听到这些话 云淡风轻 完全不受影响 你看他们俩做的 这个这种同窗异梦的姿势 你看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成雇的得票情况 好 真的 你居然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每次跟斯文在一起 都会被他抢风头 总是他好像表现得更好一些 今天就是险些 有机会比他要好一些 想都没 喂 老公 你说我最问上 怎么有一盒蓝河绵羊奶粉呢 上面还有一行字 多大年�人 都会把这些 有机会